即时新闻传递投资看点分析 大家好欢迎收看视野环球财经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现货黄金突破2000美金 ETF持仓总量超过德国 何时见顶 白银如何有投资机会吗 明日股市看点尤其有机会吗 首先看一下时间 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 2020年8月4号下午的7点40分 那么今天是周二 刚刚结束的盘中交易 标普500上涨0.36% 纳斯达克综合上涨0.35% 道琼斯上涨0.62% 纳斯达克100这边上涨了0.38% 那么今天咱们第一个主题 来说一说关于黄金 由于现货黄金 已经是突破了2000美金每盎司 现在到达了2024的位置 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 很多朋友以前没有投资黄金 或者说很多朋友是 正在持有黄金 其实对于黄金的涨幅 自己也觉得涨的是挺吓人的 那么我们说市场有涨有跌 那么黄金到底是怎么涨的 如何涨的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未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那么黄金又会可能见顶呢 今天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 关于黄金的ETF的持仓的问题 就是全球的最主要的ETF持仓 我们能看到一点 就是在黄金目前的ETF的持仓的总量上 已经是超过了德国 那么这张图是来自于世界黄金协会的一个数据 和布隆伯格的一个联合统计的一个数据的表格 大家都可以去他们的官网上去找 那么这个数据显示 那么截止到周一 黄金全球的ETF的持仓量 已经增加到了3365.6吨 今年以来已经是增长了30.5% 这个持仓量已经是比德国的储备量 还要高出一点点了 目前整体的持仓总量 仅仅是略低于美国 美国现在是8000吨左右 8000吨的一个总的一个储备 那么我们说黄金今年的ETF 涌入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其中黄金最大的一个ETF是什么 就是这个GLD 之前我在节目里 实际上也和大家介绍过 它是一个最接近于黄金现货价格走势的一个ETF 也是全球最大的黄金ETFGLD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上角它的股票代码 那么GLD增长非常多 包括其他的一些黄金ETF增长也非常快 那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会增长这么多 其实有很多的包括投行 包括外边的银行的分析师 其实都给了很多的解释 最主要的认为 现在是目前增长这么多 是由于美元的大量的放水 整体的包括像美债收益率的下降 美债收益率的下降 以及像美联储 包括美元指数的回落等等 总体的原因导致了目前整体的黄金价格上涨 在ETF上 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是 目前投资者 它正在改变黄金的交易方式 从黄金期货的近多头的头寸和ETF的持仓 现在出现了一个两期分化 按照道理来说的话 ETF的持仓和短期期货多头头寸的持仓 都应该呈现比较快速的增长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是 你看德国商业银行的一个分析师表示 说目前的市场的交易行为正在发生变化 投资者更喜欢的是实物黄金 而不是纸黄金 而且更多的是投资到ETF上 而不是期货上 那么通常 比方说投GLD这样的这种ETF 黄金ETF 都被视作是长期投资 就是你是为了长期投资 才去做ETF的 那么黄金期货的持仓 更多的它是做一个短期 因为是带杠杆的 所以是短期的压注 说明现在长期看涨黄金的人正在暴增 另外和ETF持仓形成比较鲜明对比的是 7月份整个的投机者 短期投机者持有的黄金的 净多头的头寸 暴跌了16.5% 就是截止到上个月 只有11.7万份合约 也就是说 这个已经是跌回到了6月初的低点 说明什么 说明短期做黄金的投机者 很多也转到了长期持有上 也长期持有 认为长期看涨黄金 但短期会有波动 所以做一个长期 并且降低了自己的杠杆 目前整体的黄金价格 是已经突破了2000美金 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是 还能不能上车 或者说在车上的后边 还能涨多少的问题 OK 这个我给大家找了两个机构的预测 因为最终能涨到多少 并不是一个非常 有人能够完全准确预测到的 因为说市场 我们不可能是100%去预测的 实际上没有人能够预测市场 但是他们根据各种的因素 也给了一些目标位 比方说高盛 他说黄金有可能攀升到2300美金的位置 原因是什么 是投资者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储备货币 RBC Capital Markets的认为 说是会涨至3000美元的可能性 是为40% 他给的可能性就非常高了 高位就到达了40% 能够到3000美金的一个位置 和高盛的差距非常的大 当然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 但总体的大的理由 都是认为市场认为 美联储现在继续宽松 而且政府这边 财政部这边也在不断的向市场 必须要提供救助计划 大规模注水的情况下 金价因为是以美元来标价的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他们只有一个翘翘板的效应 大多数时候 是呈现一个翘翘板的效应 有的时候也会同涨同跌 但大多数时候 美元跌金价就会涨 那么在大规模注水 美元贬值的情况下 金价会不可避免的上涨 而且疫情这个问题 现在看上去又不是那么快 能够过去的 它整体持续的时间越长 可能整体像财政部 政府这边就会带来更多的债务 因为需要不断的向市场去投放 需要去救市 那么这些东西 都是影响到黄金 能够持续支撑金价的一个因素 但是我们说 参与我们的投资的市场 我们必须账面的财富 纸面的财富 只有你落袋为安 只有你拿到口袋里边 成功的带走它离场了 你才是挣到钱的 我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比方说今天账面浮赢了10% 明天又跌回去了15% 没有意义 对吧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这个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判断黄金到底什么时候见顶 是技术面的判断 还是从其他面的判断等等 那么市场上 目前认为判断黄金见顶主要是通过两个方法 两个大的方向 一个是比较远期的 属于政策性的 一个是属于对比性的 参照物系的 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 是通胀 黄金通不通胀 就是市场的通胀 美元的通胀 以及美国的通胀目标 整体的通胀目标 是不是能够到达2% 因为这个是美联储之前定下的一个通胀目标 美联储表示 到达了2%的通胀后 会考虑加息 但是现在看起来 要到达2%的通胀目标 你现在看起来 GDP的萎缩状况 对吧 我们看到的萎缩的非常厉害 那么这个通胀 2%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 所以目前在2021年之前 可能都比较难 也就意味着在2021年之前 根据美联储的说法 都不太会去进行加息 在没有接近2%的通胀目标前 加息的动力不足 那么这个就是给黄金提供 更多的价格支撑的因素 所以我们判断第一个 通胀如果快接近2%了 你可能就要知道 美联储可能要下手准备要加息 要收紧政策了 这个时候黄金的价格 就会受到压力了 你不要说等到已经2% 已经开始加息了 你再去卖 那肯定就是卖晚了 是因为市场都是提前反应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这是第一点 黄金就是 第一个是我们说它通胀 我们要去追踪美国的通胀 当然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长期的过程 不是说一天两天 可能要追踪一年了 那么第二个 是属于参照物系的 这个参照物系的是 怎么样去理解 因为很多的朋友 我看最近包括在咱们的评论区 也会问到关于白银的走势问题 白银走势是这样的 白银的现货白银 目前的报价是26块1毛8 那么最大的白银的持仓 ETF的持仓 ETF最大的这个是SLV 它是白银的ETF 刚才说黄金的最大的是GLD 白银的是SLV 这是它最大的一个ETF 那么也是涨得非常的快 非常的不错 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图 我们可以缩小一下 我们看一下 在历史上 看一下这个月线图 你可以看到 白银现在是24块2毛5 但是最高的时候 我们看它的现货 我们看看它的这个现货白银 不看ETF 现货白银现在的价格是26块1毛8 那么在最高点的时候 白银的价格是49块多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49块5接近50的位置 这是它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点 白银 那么黄金现在是已经突破了历史高点 白银和黄金相比的很明显 它涨幅是偏慢的偏少的 那大家就说了 为什么黄金涨白银不这么涨 黄金涨得这么快 白银怎么涨得这么慢 这个礼拜就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就是黄金和白银的属性是不同的 也是咱们说如何去判断 黄金有可能鉴定的一个参照系 你还可以去参照白银 怎么说 因为白银这个产品比较特殊 它除了有贵金属的金属属性 比方说你有储值属性 有人说有抗通胀属性等等 但是它没有像黄金这样的和美元 直接计价的是抗通胀属性的需求多 它更多的白银是什么 是工业层面的应用 就是白银是拿去做工业的 是做生产的原料的 所以通常来讲 我们认为白银如果价格反弹的 非常非常的高 特别是如果能够接近到历史的高位 意味着市场的经济复苏非常的好 工业需求非常的旺盛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整体经济已经复苏的差不多的时候 而这个时候就恰巧是 黄金可能是要见顶的时候 所以白银和黄金 它不是特别同步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很多人会问说白银也是非常值钱的 为什么它不涨 这里边就有这个因素 因为白银的反弹 它会受到工业需求 复苏不确定因素的压制 因为目前的疫情受到影响 生产受到影响 所以白银的需求可能会受到压制 需求受到压制 那么它的价格反弹可能就会比较慢 但如果反过来说 白银现在的反弹离高点还有一倍的距离 意味着如果工业开始复苏 生产开始复苏 经济向好 那么白银的上行空间 就会比黄金要多一些 因为黄金现在已经突破了历史高点了 白银离历史高点还有一倍的距离 所以当白银不断的上行到达高点的时候 那么就是卖出黄金的时候了 那个时候经济应该是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去追踪 去追踪黄金到底什么时候应该见顶了 第一个是通胀 是否会接近2%了 这个时候美联储可能要行动要加息了 会对黄金产生影响 第二个是看白银是不是在持续的反弹 接近了历史高位代表着工业复苏的需求 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那么工业需求不错了 避险情绪会下来 那么会压制黄金的上行 也就到了黄金可能要卖出的时候了 所以在突破了历史高点之后 我们很难通过技术面去判断 目前黄金在上方到底哪里还有压力 因为现在看不到 因为上方没有套牢盘 长期持有的现货黄金的话 所以看不见 那么只有一些短期的波动 但是短期波动从长期来讲 目前并不影响黄金的一个持续上行的走势 但走多少 正如刚才高盛和另外一家机构预测的一样 一个是给出了2300的目标 一个给出的是3000的目标 那么大家其实根据我刚才说的两个参照物 自己去对比去追踪市场 你可能就能得到更加及时的一些消息 好 这个就是和大家聊到的 关于黄金和白银的问题 白银的投资 大家如果认为工业向好 工业有好转的需求 有好转好转的趋势 那么你去做白银的投资 实际上上方的空间也还是有 但是如果疫情反反复复 到了明年仍旧没有办法搞定 市场还在往后的继续不断的拖延 可能白银的涨势会受到一定的压制 它所能支撑它上涨的仅仅只有像 类似于部分的黄金的贵金属和储值的需求 但是它的需求量就会少得多得多 因为那种情况下 大家就会直接买黄金了 就不会直接去买白银了 好 那么说完这个之后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股市 今天这个算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思路 大家可以去做一下笔记 做一下总结 我们看一下今天整体市场的运行状况之后 到了明天的市场上 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东西 今天整体市场的运行其实也比较的平稳 这个就是小涨小跌 而且标普这边已经是来到了 之前说的3328的 接近于目标的位置上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因为是一个技术面的 能够去上去购一购的位置 但是购完了之后是继续能够突破上攻 还是在这个地方 短期要遇到一个回档 遇到一个回调 目前我们不做一个预判 好吧大家可能只需要关注一下3328这个位置的整个的运行情况 但是在明天的市场里边有几个东西 大家还是必须要看一下的 必须得看 虽然这个我在周日的节目里讲过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可能会对明天的市场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在明天早上的8点15分的美国ADP的就业人数的数据 这个是小飞农 之前讲过这叫小飞农 是在周五的飞农数据前两天公布的一个前瞻性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通常来讲和飞农数据都有比较强的一个关联性 那么这个数据如果现在预测值飞农就业人口 ADP的就业人口是120万 如果出现了高于120万的情况 那么市场就会非常的乐观 股市还有可能继续往上去上工 这是第一个对于股市的影响 如果它是低于120万 甚至低于100万 那么市场可能会比较悲观 这个时候股市可能会承压 大家要记住这个地方ADP的数据 尽管它不是飞农 但是它有前瞻作用 当然第二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10点钟的时候非制造业的PMI55 给的预测值 同样如果给出了一个高于55的值 10值 那么整体的市场又会比较乐观 对于股市也提供一个支撑 如果低于这个值 甚至你要低到50以下 到荣枯线以下了 那就比较的悲观了 那对于整体的经济的复苏影响就非常大 信心影响很大 股市会承压 所以这两个数据 ADP数据和PMI的数据 其实现在市场的预期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是担心ADP的数据不太好 预测是120 但是很有可能会只录到100万左右 是一个利空股市的消息 那么PMI大家认为达到55 甚至超过55的可能性比较高 是一个利多的数据 所以这两个时间 一个8点15 一个是在10点钟连续的公布 一个是在盘前 一个是在盘中 这两个时段有可能对股市出现一个 此消彼涨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这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的时段里边 股市的波动可能会比较大 那么往后推就会到了10点半 会公布EIA的原油库存 EIA的原油库存 根据在昨天的稍微晚一点的 根据在今天的4点多钟的 下午4点半的API的数据 原油库存是大幅下降的 所以对于原油价格 我们看到是有一个很大的提振 那么在明天的 EIA的原油库存上 是不是也会录得大幅的下降 如果是这样 我们在盘面上就可以看到一个契机 什么样的契机 如果原油库存大幅下降 我们看到现在的黄金 原油的WTI原油的价格 现在运行在41块5毛8 这两天是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其实都是横在这个地方 而且一直是在区间里边 就是42站不稳 曾经有突破过 但是站不稳 过不去 那么我们看看 能不能通过这个机会 如果能够站稳42 上方因为这个地方200日均 这个地方很快就到了42块8 如果能突破这个地方 油库将会获得一波很好的机会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 提前告诉大家的一个事情 如果突破 那么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但是如果突破不了 那么仍旧在这个范围内去 承压上下摆动 摆动的幅度大概就是在 42到下方的38左右 38左右的位置 那么如果过了这个线 上方的往上的幅度会提多一点 到44左右 所以是38到44 目前是一个38到42左右 42块8左右的一个位置在浮动 但是如果突破 技术面上就有一个上行的机会 同时油起这边就有可能会遇到 很多的资金会进场了 因为这几天的油起 也是在底部不断的排环 几个大的巨头 都是在底部不断的横向发展 都在等待着原油价格突破的契机 往上去走 都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但市场给不给这样的机会 不清楚 我们必须要看市场的数据 到底能不能站上42块钱以上站稳 并且突破200日均线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和大家聊的 关于市场的一些信息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OK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节目 并且务必要打开小铃铛 不打开的话 你可能真的收不到节目通知 如果你打开小铃铛之后 还收不到节目通知 那么请你先取消订阅 然后再订阅 然后再打开小铃铛 这个时候可能你会收到通知的 几率会高一些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咱们就明天的盘后 好